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执法说法距离力争 Hunter Biden是Joe Biden的宝贝儿子 在过去一两年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他一直是媒体 还有保守派人士攻击的对象 在这个星期一个视频 非常露骨的视频曝光了 这个视频里边的话引致各界的争议 今天我想讨论的话 这个视频可能会引发的法律问题 还有他们这个案子有的走向会怎么样 首先的话Joe Biden他有两个儿子 在当年他光光当上州议员的时候 他在孙世前的一两个礼拜 他太太开车没想到的被大卡车撞了 他的太太还有女儿在车上当场死亡 剩下两个儿子 一个是Bow 一个是Hunter活过来了 但是从小就受到这个失去母亲的痛挫 后来虽然Joe Biden跟Jell结婚 Jell Biden他也是非常关心这两位step son 这个对他们当成自己的小孩子一样 所以这个Hunter一直是家里边 可以说是这个败家宅 他平时跟他哥哥比起来 哥哥后来当兵了以后后来出了做律师 成为Dialapal州的州检察长 后来的话也是之所以贺锦丽被提名为副手 最重要的话因为Bow的脑还死去之后 他意思的话他说我竞选总统 就是因为我儿子希望我成为总统 同样的在过程之中里边的话 因为检察长贺锦丽也是检察长州检察长 他们两个的话很熟 Bow跟贺锦丽后来的话提名的时候 他说我提名贺锦丽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跟我的儿子 Bow的话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所以哥哥很争气 弟弟的话相对来说经常一比起来的话 他就经常压力非常大 虽然他在耶鲁大学拿到法学院的学位 作为律师 但是他在律师事务所做一段时间 也没有带太大的建树 后来的话在政府项目部里面供一份职位 以后以为是可以做下去 没想到的话也是一样 保不住这份工作 后来在尤其是他同时登记参加了海军的海军 没想到的话因为吸毒被海军的话 踢出来了 同样的从政府保不住之后 他自己跟朋友开业组织了游缩公司 游缩公司生意也是一样 也做得不是很好 后来在拜登做副总统的时候 他自己出来开了一些 venture capitalists 融资公司 投资公司的话 跟乌克兰政府做生意 跟中国做生意 这个引发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里面的话在选举的时候 已经是有人说有一个 亨特拜登的电脑 这个里面有很多电子邮件 还有是色情的照片 以后都可以都是被他是放到一家电脑修理店里面去 忘记了后来修理店的老板将电脑给了保守派人士 给了律师 给了司法部 给了FBI 但是的话 一直都没有下文 里边的话有很多电子邮件 都是亨特拜登 跟这些外国政府 乌克兰里边的往来 还有可能跟中国做生意的 这些往来的 但是在选举阶段的话 这个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但是司法部并没有采取行动 不过来说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一直亨特拜登的话成为攻击的对象 在过去几年里边在拜周拜登当选总统之后 他也不做生意了 他改化油画 所以他在这个星期 他正在洛杉矶 因为在纽约的时候 他画的画的话 卖出了很高的价钱 被别人批评的话 就是说他的画 不是因为他的艺术世报 有艺术世报 而是因为他有父亲 在后面有Binet的名字 所以值钱 所以他现在的话 也是在罗汉基地方 准备在罗汉基举办他的画展 但是没想到的话 英国的叫Daily Mail 每日邮报 他花了巨额的钱 买到了另外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边的话 就是展示出的话 这个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在这个在拉斯维加斯 跟一个妓女的发生的性关系 而录下来的 因为拜登的话 从这个视频里边 可以证实很多保守派 所指控的这个事情 首先里边的话 这个视频里边 你可以看得出他 他亨特拜登喜欢的话 叫妓女 妓女里边的话 他也喜欢的话 拍录所有的性爱 所以他在里边提到糟糕了 这些我的电脑里边的话 有个电脑很有可能被Russia 俄国的间谍拿去了 他说我跟一住人有18天的晚上 每天的话 这是花天酒地的东西 这些人的话 后来我感觉到 他应该是Russia的特务 他们我他承认的话 有一次醒过来 有一位俄国的女子 还有另外两个人的话 就是他差点吸毒过度死去的 没想到醒过来之后 他的电脑不见了 所以的话他跟这位妓女的话 也是承认了这个事实 他说里边的话 他有可能俄国的人 拿到他的视频里边的话 会会他对他进行勒索 当然这个blackmail的边的话 这部分正是保守派经常指控的 就是说有可能的话 他的一些性爱的照片 或者是里边一些重要的文件 都牵涉了国家安全 当然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很多人现在正在批评 说那Joe Biden的儿子 那么不争气 以后有可能涉及了国家安全 以后这个视频正是正式的 当时保守派的指控 但是这个视频能不能作为证据 首先从刑事的角度看起来 就算的话 因为要刑事案子的起诉 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证券 证证据链 在法学院里边 我们每一位法学院的学生 都要学constitution 宪法 刑法 刑事程序法 还有重要一项课门 就evidence evidence的话 不管是民事案件 还有是刑事案件 很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证据 证据的话最重要是排除证据 在美国我们经常会提到 我们有权利保持沉默 有权利聘请律师 这种的话 叫美联打警告 第5搜证案跟第6搜证案 还有第4搜证案 这些的话就是说 警察不能够无缘无故去搜查 搜查民众的住宅 还私人财产 这些的话就是说 如果是警察违反了收职 程序 以后这些证据的话 可以排除出去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经常在做律师 都要看证据 检方虽然有证据 但是他能不能作为承担证据 这很重要 所以说虽然你有证据 但是不能够作为承担证据的话 这种情形 就等于你的证据是白白拿到了 所以很多时候 在所有的两种事情 在拜登的亨特拜登的 他跟这位巨女的这些 会对话里边的话 可以证实很多事情 但是的话 你要扯 将这个视频作为承担证据 首先你要第一 你要有foundation foundation的是什么 来龙去脉是怎么来的 是不可靠的 有没有修改的 以后这是怎么取得的 这很重要 在所有的法律上面的话 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unclean hand 你自己手脚不干净 尽管这些视频非常不利 但是如果是取得的手段是非法的 这种情形的话 法官一般不会将这些证据作为承担证据 尤其在刑事案件里面的话 在个电脑送到电脑的修理厂里面去 这个店里面去 以后他没有拿 以后你将这个是这个产品的话 将这个电脑以后交给他人 这种本身已经是违反合同 违反合约 所以的话 如果是很多时候你不来领 你必须要想办法来领 所以并且的话 当时的话 亨特拜登的律师也是来出面的话 要求将电脑拿回来 但是因为你物归原主 你没有将物件挽回给主人 或者是你这个视频 拉斯维格斯视频 你怎么证实这个女的是妓女 你怎么证实里面的话 里面的内容没有修改修改 你怎么证实的话 这个人没有透过 deepfake现在的电脑原体可以改脸了 所以改声音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你是怎么获取到的 不可能 汉特拜登将这电脑的话 拿给别人公开的 没有经过别人同意的情况 是下会不会这个女的 将的视频拿到 我相信也不会 因为视频里面的话是在 汉特的电脑上面 所以这种电脑的话 有可能是嗨客 嗨进去拿到了 有个是嗨客 透过这种非法的手段 获取到的话 这个证据的话 是属于非法证据 是不能够成长证据 作为成长证供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案件 尤其是留学生里面 他们自己偷拍 偷录 拿来给律师 能不能作为成长证据 我现在有证据 为什么警察不起诉 因为没有经过对方同意 你私下拍录下来的视频 都是属于违反刑罚的偷拍行为 这个偷拍行为 本身的话 获取到的证据 也是属于违法证据 检察官是不可能会将这些证据 作为承担证据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为什么的话 在保守派人士看起来 这个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斗争 为什么司法部不查 为什么FBI不查 其实因为很简单 从证据学里边的话 这些非法所获得的证据 是不能够处为成长证据的 当然他们可以作为政治的炒作 但是的话 在刑事庭里边的话 尽管路股的视频再度曝光 但是的话会不会有下面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的话 我相信不会有法律上面的后果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法节目 我们下一集再会